嗨 大家好 我是賓哥 今天來跟大家9543 公公西沙 上次跟大家 提到包租公的一些 財務狀況跟財務報告 拖了好幾天 終於把這部影片 做出來 等一下我們會用簡報的方式 為了讓大家方便閱讀 所以直接會截取 電腦螢幕的畫面然後配合一個數據 這樣子來講解 因為我說話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大家也可以如果有需要 重複再看的話也可以 從影片上面去做 去做前後的一些調整 你馬上就可以調整到你的一個進度 可以重複再看一下 那這份資料非常的珍貴 也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 那希望提供給你以後做一些 套訪投資方面的參考 那我們待會就直接進入到主畫面 謝謝 房地產投資包租公財報大公開 來 終於把這份報表成立出來了 審查了好幾天 一直反覆的重複 再把資料再核對過 確實這已經算是最將近 最接近40的一份資料了 那我就帶這邊大家一起來 從頭到尾看過一遍 那我剛開始的土地成本的話 當初購買花了4000萬 改裝成本大概是2330萬 電視人氣家具 大概是250萬 其他稅金不用說 初級的成本 基本上就已經花到6580萬 而當初的自備款跟家人一起 籌作的是2080萬 其餘貸款4500萬分20年期 所以每個月的本席 就要繳227648 一年大概就是273萬左右 月租金可以收到435800 每間的房間大概是5500到6000左右 一年只能算10個月 因為付一年有免費一個月的優惠 我們每年只有11個月 大家附近都蠻競爭的 那偶爾也會有空穿期 不可能百分之百出租 像是搬走過後 我們才有辦法進去裡面打掃油漆 甚至做一些修復的一個工作 所以年收入為435萬8千 扣除每年繳本席 273萬 扣除人事管理還有修繕成本 96萬 平均一個月其實就8萬塊而已 有時根本不夠 這只是一個大月的數字 把 435.8萬除以 6580萬 等於6.6% 看起來真的是蠻不錯的 一年下來除了有新水嶺 然後還有71萬的盈餘 然而 有時候事情都不是我們普通人搜尋 人家第二年來了 康熙來了 不是啦是消防隊來了 說是要幫忙做消防檢查 剛開始我們是跟他推說不用啦 還要做什麼消防檢查 可是後來就變成強制了 所以要強制來免費幫你檢查 那我們還是好心的帶他還介紹他環境 到要去看了過後 消防隊員 立刻從口袋他拿出一台打印機 然後馬上就開一張紅色的限期改善通知單 簡單的說就是罰單啊 所以以前的法規 對於工廠管制沒有那麼嚴格 你們現在住套房有助人 所以不一樣 要立即改善 不然要除以30萬的罰款 如果未如期改善 還要連續開罰 哇靠真的是有夠卑鄙的 那於是呢 每年就增加消防安檢這一塊 每年6000塊 那消防安檢的第一年 設備添購的將近20萬 不過說也奇怪 後續每年 不管我怎麼做 就是會增加不合格的項目 雖然金額比較少 但是每年還是要花到2到3萬 每年都有改善不完 什麼消防掃水 逃生梯 救生梯 滅火器 受信蟲機 煙霧偵測器 安全指示 逃死等等等等等等 裝了一大堆 反正每年都要花錢 依我所知 附近沒有任何一裝 任何一家有裝這些的 因為房東都很聰明 大家都失聯 消防隊都沒有機會做免費檢查 大家都會把手機換掉 所以你看 登登登登登 五燈獎 五年五張 好像是發榮譽證書一樣 免費檢查 真的是 免費的最貴啦 不過至少算了 這是對房客有利的 也算是改善我們內部的設備吧 想說應該這樣子就好了吧 應該沒事了 那接著 欸台電來喔 台電說我們的出租泡房 是分的分表是自行安裝的 所以分表的維修要我們自行負責 需要簽名給他 不然他們就安排來斷電 對 推了好幾次 最後還是沒辦法 只好簽了 當初那位阿伯還台電人員 還跟我講說就是 啊 這可能是通知單位而已啦 通知告知而已 沒什麼事啦 你看啦 大家都有簽啦 所以那時也只好簽給他啦 但簽名過後 隔了一個星期 神奇的事情發生喔 台電台水來韓通知 直接幫我們做好變更了 都不用我們再去申請 我們是屬於商業性質 所以水電費比照營業用電 本來是3到4塊錢一度 然後水一度是40塊錢左右 一下子跳到Double 電一度6.71 水一度20 這下水電費一下子漲兩倍 那我們跟房客分擔的 電的話一度是5.5 因為包含公共電費 包括走廊的用電 包括電梯 包括大廳 各個各方面 所以我們一度收5.5 但每個月其實都是不夠 但台電一度要收6.71 所以當房客用一度電 我們還要倒貼1.21 房客用電 我們要幫忙出錢 所以每個月的水電費 我們等於要補貼3萬塊左右 夏天有時會到2.2到2.5費 有時候一個月貼到7萬塊 因此利潤的空間 真的是越來越小 好吧 本來就是一個用電嘛 因為我們出租啊 乾繳的還是要繳啊 對啊 然後第三年 第四台就開始瘋狂的漲價了 在很早以前 我們台灣出租套房 是跟第四台用綁定的方式 也就是說一間房子 不管你有幾間房間 雙方說好都 啊 扣幾條線 簽幾條線就好 那裡面房間的安排 我們自行處理 那當初跟第四台簽的合約 說好是一次簽10條線 我們整棟建築 就是一次簽10條線 也就是固定月費 每個月為600乘以10 就是6000塊 但是第四台今年突然 就是要求以數位化為由 要求一間房間 要有一台機上合 不過給我們特別優惠喔 就是一間房間 只要400塊錢就好 所以這樣子 我們70間房間乘以400 就等於一個月要繳28,000 光看一個電視一個月要繳28,000 從6000直接跳到28,000 一年要增加264,000元的費用 那經過我們跟他多次的協商 第四台業者非常強硬的回覆 如果不同意 就要來切斷線路 沒有協商的餘地 當時新莊就只有一家有限電視 沒有其他競爭者 所以你也沒有其他轉還 或是討價還價的空間 最後 好 真正是賣賣去 賣賣去 賣賣去 不要讓他們這樣的威脅 我們決心自行架設 架設衛星電視 總共花費了60多萬元 那後續每年 要繳12萬的一個收視費用 至少每年可以省一半了 希望 從此 就能風平浪靜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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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故事還沒結束呢 更大條的來了 第五年收到國稅局的通知要補稅跟罰款 除了往前追溯五年以外 並給予多一倍的罰款 這句話 看在眼裡 只把他唸出來像是草稿 不過卻是一刀一刀的化金心理 後來經過學商 國稅局也看我們很積極的配合 當時他要什麼資料都直接提供給他 因為我也知道這是沒救 加加減減一共繳了兩百多萬 罰金公文 一個信雙一個信封都不夠裝 要三個才行 一個兩個三個 罰兩百多萬 當時那時候那個可以疊起來 是一本小本的電話簿 如果可以走向合法 當然繳稅是國民應境的義務 我們也努力的越來越正規 於是我們增加公司 成立公司 增加房屋出租營業項目 增加費用 年開替發票21萬8000元 搞了大半年 才把這風波平息 繳這個不是代表前面這個兩百萬不用繳 是繳了兩百多萬以後 才後面才能繼續做這件事情 風波平息了嗎 我們中國成語說的好 有一句 常人螳螂補殘 黃缺再後 今天是你娘比較好 第八年 拆除大隊來了 這一切都是無言的結局 說是結局 不如說是騙局吧 會比較適合適當一點 看是該做的還做的不夠多嗎 像是之前大家看到的影片殘緣 斷幣殘緣 已經成為稅瓦一片 如果沒有看到的朋友 可以搜尋以下標題 再回去看一下 這是我的那個抬頭 是Bingo9543 套房投資第三集 當包諸中跟你想的不一樣 我也不願意再回去看 總而一片就是慘啊 重建的過程 還要再跟銀行貸款更多的錢 最終結論 最終結論 這八年來費用不斷的增加 於是水電油漆修上管理大大小小 一手包辦 什麼都要會做 甚至有的同學問我說 你怎麼什麼都會修 我知道回覆他Google一下 什麼都有 哪裡都可以學得到DIY的 都可以找到那些影片 但重點是不會 你也要會 你不自己修就真的沒錢啊 大家會想說怎麼可能沒錢 我給大家參考我的工具室 請看以下影片 這間是我的工具室 原本以為做包諸工就是單純的收租金 但是沒想到做了過後 什麼東西大大小小全部都要自己做 包括水電油漆 維修 包括任何的一些修閃 不然 光一些維修成本都非常的重 根本就不堪負荷 根本就不堪負荷去做這方面的維修 那大大小小的水電工具 套筒 板手 包括連電動工具 什麼都有 全部都要自己備齊 都要提前備貨起來 不然臨時向外面買 包括去特立屋還是去哪裡買 都成本太貴了 都要在網路上提前先備齊 大大小小 這還是只是其中一部分 還不包括油漆還有掃具的部分 本來 我也沒想到要做這麼多 想說包租工不是 應該就是收租金嗎 結果包山包海什麼都要自己來 星期一到星期五要做維修 偶爾六日還要站在樓下 罰站等等人家來看房子 真的是好像站邊 常常被放鴿子 常常被放鴿子 現在 年輕的這一輩 不來看房子 也不接電話 然後電話也突然跟你關機 你想找人都找不到人 真的是做這一行做到才知道 而維修費用真的很貴 尤其一間四千幾跳 這是行情價 隨電工來換個小的東西 八百水龍頭兩千五 馬達要五千到八百 更正這水龍頭是沐浴龍頭 馬達就要五千到八千 如果連水管配也配超過一萬 所以常常自己要做到三更半夜 待看推租服務管理過後你才會知道 學生套房有多難管 而且出門不帶鑰匙 但是沒有小事一大堆 連男女朋友吵架也要去協商處理 當作心理諮詢 晚上不睡覺打電動吵死人 最慘的是網路斷線 即使到半夜會被瘋狂的狂摳 啊什麼時候會修好 什麼時候會好 那種萬見其發的感覺 真的是想到你都會怕 手機打開兩三百通電話未接就算了 還要一個一個去回覆 兩三百通當然有的人一個人就打了二三十通 甚至我最高紀錄一個人打了四十幾通的都有 啊這我怎麼知道 這位要問中華電信啊 也要隔天早上才有辦法處理啊 你們這樣一直狂口我有什麼意義嗎 總是被人說到哎呦包租工賬很大 只要等著收租金就好了 可是這種左手進右手出收到租金 馬上就要交給銀行給國稅 這集到底還有多少賺頭呢 我這邊最終這邊可以總結給你看一下 剛剛有講到每年最終結餘有71萬的盈餘 乘以8年總共是568萬 那因為有國稅局的罰款加上罰金大概是200萬 消防花了34萬 水電補貼8年288萬 衛星電視120萬 就是5年還有加那個設備安裝 所以這樣8年做下來我總共負74萬耶 我只負74萬而已耶 你沒看錯我也沒打錯 投資8年負的74萬 不過投資的這8年就是賺到我自己有一個工作機會 月薪4萬5 看 如果要這樣加班費用實在是超不划算的 實在實在有夠不夠 還有公司成立的費用 會計師記帳費我都還沒有算進來 唯一感覺有賺到的地方就是房價 這是感覺 所以 我要把它特別標示一樣 這是感覺 不是實際喔 因為 目前房屋價值雖然漲到8千萬 可是沒有買賣就沒有實質的意義 所以說8千萬也不過是帳面上的數字而已 更說現在的房間數量不到以前的一半 管理成本就會大幅的增加 還有開發票還要消防 現在陸續第八年的電視冰箱冷氣也要開始更換 費用還會再繼續增加 難道沒有其他解掃的方式嗎 中途我也想做過ABNB日豬套房 是的收入會比月豬多兩三倍 但是日豬踩到飯店旅館業的借 到時候麻煩會更大 只好乖乖的做手法吧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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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來的努力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最終一條 最終一條 8年來 腳的本利 2,184萬 不好意思 我跟大家插播一個 8年前 開始接觸了這一本書 窮爸爸富爸爸 還是富爸爸窮爸爸 裡面說的觀念 現在仔細想想 其實 就是你想要知道的東西 也就是你想要的東西 我不能說他全錯 但是 書中所講的包括我們去玩那個老鼠遊戲圖 他的頭暴率都是超人的頭暴率 而且是百分之百賺錢的頭暴率 你才有辦法去達到那個狀態 而且我 我也知道 羅伯特親起 他自己也破產了 所以 這是一個 算是 我們自己騙自己的騙局 他說的沒有錯 是我們自己騙自己 我們自己願意去相信這件事 好 我們回到剛剛這一條 最終結算一條 八年來繳的本利兩千一百八十四萬 這也不是賺了嗎 這聽起來真的很好聽 但說起來好笑 這兩千到這兩千多萬 從頭到尾 我連摸都沒摸過 房客 直接回到我的銀行戶頭 下一秒就被銀行扣走了 有時 房客還會拖欠租金 可是銀行每個月扣款超準時的 絕對不會跟你客氣 那只要我有一期我的房貸本利沒繳 除了房子會被銀行扣押 房子會變成他的 而且會被法拍 所以這收到的兩千多萬 根本就拿不到 阿這樣你看清楚了嗎 如果沒有看清楚 你要再回去多看幾次喔 除非 我把房子賣掉 還掉貸款 加入一起炒房 利差才會是我最後賺到的 雖然賺到的會配 20到40發的所得稅 不過還會有另外一條 可以避稅的方式 但這一點我就不在這邊教大家 因為我也不願意做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不然我還可以 有哪條路可以走 我還是不願意炒房 說真的 在台灣合法的不賺錢 所以大家都非法不開發票 不做消防 唯一會賺錢的就是炒房 對我們這些不炒房的長期經營的人 確實是非常不善良的環境 房市網上還有房價價差的空間可以做 只靠收租金 只是暫時找人幫忙繳利息而已 但是你的本利都不夠 你還要自己每個月再貼錢進去喔 你收到的租金是不夠的 所以結論 即使利息再便宜 靠借貸投資套房 是風險是超高的 我這邊說的非常的保守 跟非常的客氣 風險是超高的喔 大家應該聽得很清楚了喔 我是說的非常保守 靠借貸投資套房 風險是超高的喔 多打一個字 說到這邊 心情難免有些沉重 看開了 不過就是這樣子 至少從當初 什麼都不會到現在 現在我要一個人整修一間套房 從沒有見到好 可以說是家常便飯 因為做太多了 什麼事都做過了 該怎麼處理 還要加緊處理 也至少先止血 如果 最後 如果你要投資套房 我建議你都看幾次 如果有朋友要投資套房 你當做做功德 分享給他吧 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錄資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 我是Bingo9543 期待下次與你分享 拜拜